而且他都有优势 还是把这个车跟图省出来了 其实 就子巅看似2比4结束的 但实际上留下的图还很多 对于安妮来说不一定 全是摄谎的消息 起步 前8秒结束之后 前轩有0.1的优势 但这个优势不大 后支位反而有优势 轻踩了脚刹车就不用卡气了 哎 前轩被留在了上边 留在上边了 而且其实安妮没动手的情况下 自己路线的选择太极限了 安妮跟得太紧了 前轩感觉是有点担心被卡位 从过来 没问题 2.5秒就没法追了 是 这里弹的还是比较保守的 这里弹的还是比较保守的 在沿 落地 CWW速度刚好足够支撑到这一个弯道 彈射过来 2.5秒使用没变 这个路线是真好啊 这29来了呀 就是在2V里边打这张图确实是应该的 哎 拖飘了 但没关系 下来往右走一点 下来往右走一点 上行星 其实就目前看起来在赛场当中所有人还是都拿套文练歌的 是啊 就是他没有真的被打到过大家要拿机甲的程度 我很期待着说如果大家拿机甲 打这张图会跑成什么样子 你看到那个记录了吗 嗯 29.2对吧 对 他们练歌嘛 对 嗯 他打的就是机甲 哈哈哈哈 那罚灰的 毕竟 对吧 这张图比 怎么讲呢 这张图的这个机甲胜率啊 其实从全国公开赛上来看 这张图机甲的胜率就很低 啊 就是大多数拿机甲打A车的情况下 这张图A车都赢了 对 嗯 所以说我就更好奇了 好奇 我就真的很好奇 到底有没有一次机甲能够跑出 在实战当中 在对抗当中 跑出一次让我觉得很快 能当然是能 嗯 对吧 你跑个二发也是可以的 对 而且不是特别特别的难 什么时候 因为机缘也很重要 但因为性价比白在这 对 而且我们很多时候 你打到熬战阶段了 选不了 他也是少数几张 就是我们完全 没有看过机甲 很好发挥的地图 对 对吧 你现在所有的三星四星 加一起 所有加一块啊 几乎没有说 就是一个赛季打下来 没有机甲跑过的 三四星图了 这张算一个 一路向前也慢慢的有这个意思了 嗯 一路向前是因为我们在赛城中期 出了月影啊 对啊 对啊 那在这之前的话 其实大多数人还是会拿送中去跑的 嗯 嗯 诶 这张图确实是他们的短板 感觉 看一下你选什么图啊 长城 也可以 如果说能把长城 做到极致的稳的话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那也还是有不少图可以打 嗯 慢慢来吧 嗯 现在这场场跑着跑着越来越感觉 好像零四才够了那种感觉 好 零五的 下来 断空 又是千群在下 你在后 是 但安妮能过吗 又有对方的机会 顶了一下 这强行的调整回来了 再顶守住了 这能调整回来了 那个大拖飘竟然没上墙 是 而且这里的话 千群也后阻位顶不到 能顶 稍微顶一下 内道再强 安妮这里把千群给甩开了 千群这里也是差一点掉下去 但是安妮已经上墙了 是的蹭了一下 这里别言了 重新开个弹气 胎痕没断掉 一丝忧再交 路线也全歪 那这一局 安妮 能够成功拿下了 他要把比赛给追平了 要4比4了 而且现在心率 哇千群这边好健康 非常低 这也不多见 千群的心率 其实一般来讲 会排回在90到100之间 这在刚才的比赛里面 其实对抗性非常足 通常来讲 是很难在这样的对抗里边 保持心如止水的 飞起来了 那千群这个怎么解释呢 可能是预料到的这种情况 预料到就会跟你不断的对抗 而且这是他擅长的领域 阿妮是老对手了 他可能也知道 阿妮在这种情况下 会怎么打 所以说在没有超出 自己预料的情况下 就看的是 那一两个弯道对抗之后的 优劣势 那没战到优势的是千群 也没有办法 阿妮刚才挤的旧车 确实已经非常几下了 旧的太几下了 正常情况下 我们都会觉得旧不了了 就那个室内的第一个弯 其实通常来讲 就已经会拖出去了 对啊 就会起码拖上墙 他第一个弯不过没拖回去 顺利地拖到第二个弯上 然后路线还救回来了 救回来的同时 还扛到了千群 对 然后是我刚才说什么碰不到呢 是那个长延续 落地下来的那个位置 其实那个位置后置位 是很好顶一下前置位的嘛 是 但是你几乎贴在一起才行 是 就是在出师内之后 阿妮拉开了0.2 导致延续落地之后 千群碰不到他 那是一个最好的后置位对抗点 那个点没碰到的话 后边其实还是需要 陷入到常规对抗 而且是接连对抗 对 看一下阿妮这边的拖飘 拖得很长 但他的拖其实 他是倚着千群的车身的 然后这种拖的情况下 能把侧身给拉出来 而且这里只有CW单喷 都把内线给守住了 然后影响到了千群 这个快速出完 是的 急速航天车 0号还没选 对呀 我也在想这个事 这张图也一样 这是在球技赛季后赛开始 千群有练到的一张图 而且现在就是你松永空也用完了 0号打出来一定是同车 是呀 那这样图跟0号棋是差不多的 哦 两个人贴在一起 小心小喷 都拉了一个进阶 都有小喷 小飘再卡住前学 点飘吗 拉个快出 这个路性有点太贴了 所以这个快速有点伤啊 是 再断空过来 不过前边是阿尼会出现失误的一个点 哎呦 真失误了 当时玩有点拖 完美的延续 阿尼想弹 你弹出来呀 落后了0.5秒 0.4 不能说不能后追 但是要看千群脸色 要看那个断空飘点了 对 再交易过来 分测快出 来了 这 分场游戏最后一个15点 千群先过这个路线 而且路线没歪 延续过来了 那没机会了 最后只剩0.3秒 阿尼只能强行冲撞都碰不到 碰不到 恭喜千群 5比4 没有让对手上来之后 连赢三张地图 终于是在自己的想图拳上 稳住了这个局势 是的 这两个人打起来真的感觉 就像拉马的感觉 来吧 那我觉得 阿尼的话可以先把卓路纪选了 嗯 把持续 对 这样子千群就打不了一号公路 对 但千群如果省一辆车 就为了去打一号公路呢 也行 他就6分了呀 就是局点了 对 你看现在是一个4 5比4嘛 嗯 如果真的是他就放你1分 让你打我一个5比5 然后我拿第6分 嗯 那其实就会对阿尼产生很大的心理影响 而且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啊 什么程度啊 让影响到阿尼这第5分拿的都不爽 可能都得犹豫一下是吧 每次选途都得犹豫 海滨之眼可以 嗯 小喷赛车 其实很多都行 嗯 没法让呀 然后 然后 一路向前 一路向前可以让 你现在其实打苏格兰场也行 有点拼 确实有点拼 但他是一手选择 对吧 苏格兰场的话现在没有哈利特了 你拿其他机甲打我的 你不一定赢的 哦 海滨之眼还是打出来了 我觉得他可能考虑到的那种 顾忌 有可能被让车的顾忌 对 当然海滨之眼也是一张自己比较擅长的图 现在又没有适合的机甲放在外面 但确实这样图选出来 也没有朱罗基这么好 塞刷尼也很擅长 但是千寻这张图 打的是可以的 哎呀 但 千寻主动让了一手外道 其实感觉也是想弹的 但是没有他视角 他就是弹了 然后弹拖了 对 那这一张海滨之眼0.7的落后 开局即结束 这可太不可后绝了 基本上就意味着结束了 因为裁决者其实很好断空飘的 但是你说完 阿尼这边断空飘失误了 那没关系啊 他失误不是很大 只要不是贴死就行 小蹭了一下应该是 嗯 再延过来的话 经到第二圈是0.5秒的差距 这群感觉觉得很快 但也还是0.5 对 这里过来之后 稍微跳了一下0.6 点飘 这个点飘很快 再弹 再拉手速啊 是 是 看一下阿尼视角 断空 恶地 他们这关系 打了一个暴力啊 嗯 在侧身延续下来 在等候飘 最后一个15点 12个段 没有任何失误 交易呢 也没歪 这起步杀出一吻到底 最后虽然说没跳起来 但是小喷也是足够的 我们得恭喜阿尼 5比5 尤其无险啊 把比分给追平了 而且是没有让对手打出赛车的任何战术 嗯 其实你能看到后面千寻追的是很快的 他在第二个段空点落地下来之后 已经追到将近0.3秒 是 他是有从0.6左右一直追上来的 但是没办法 但是没办法 但其实现在问题点交给千寻了 嗯 现在0号不一定好选 为什么呢 月影可以直接打 哦 打平的情况下 那阿尼转来的就是最后一张图的选途权 嗯 确实 所以说千寻这一手选途要选的话 1号公路应该是游行级最大 甚至于天空寻梦 但是2V没打好 对 2V那个1CU点太伤了 但1CU他是保守的那一个 不 他是上抢的那一个 他是往左边去了的那个 哦对 他是落地之后那个路线没有掌握好 起飘点出问题了 然后疾风机场也不太建议选 因为阿尼这一张图其实稳定性很高 那怎么办 难道说他要把苏格兰场打出来 因为这张图确实是两个人 呃尤其是千寻这边更擅长的一个点 一个同车点 那也没必要 苏格兰场得留给阿尼去选 下一分千寻必须得拿到手 对 不管以什么方式 抢起技巧也行 稳最后的选途权吧 5比5平 阿尼在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落后两分的情况下 轻轻把比方给追平了 拖得很大耶 而且他是特意去规避了阿尼的车身 他绕了一个外指挥 然后爬过来之后也没弹出来 所以就导致这个路线 包括跑法全都亏了 即兴幻玉 在RV里边其实提过一嘴 就是可以选的图 对吧 当时说了 说要么打即兴幻玉 不打天宫寻梦 是不是更好 但是我觉得这图选的不好 为什么呢 阿尼这张图 阿尼这张图真没那么稳 其实仔细想想的话 看看吧 就是咱们两个对他的印象 是两场不同的比赛 应该是 对 我是记着了他跑得不好 那一次 AECU要留 那阿尼是有优势的 嗯 0.7秒 0.5秒 甚至说 这个落后距离其实不够 不够远 对啊 完全是那个ECU 可以反超过来的 完全能反超 甚至0.2秒了 千群还在失误 千群其实也没什么失误 但是阿尼这边主体有点快 对 前面这里是阿尼之前会失误的一个点 没失误 反正千群前面上路线 这次说你通过了 这个拥有点快 距离对阿尼来说是必胜的一个距离 没错 他甚至都不需要上去卡位 延续过来 这里放吧 就要这里放 对 放过来 稍微距离一点 这样的话稍微倒下千群 0.2秒还算领先 还好千群是把阿尼给送了一下 对 再弹过来 大后边 破二连半 只是二连半后飘 对于阿尼来说 这一个点其实很少失误的 二连半一下第二下 阿尼抢到了这一分 6比5 恭喜阿尼 实现了破发 那这样的话局势逆转 阿尼在开始时分数落后的情况下 通过了两手图追平比分 然后同样又在双方打平的情况下 利用对手选择出来的金环宇 拿到了这一局的胜利 开局起步 两个人的选择 确实影响了最终战局的一个走向 千群先放了一个ECU 但是放完ECU之后呢 你会发现 当他来到第二ECU点之前 他只领先了阿尼0.2秒 对 而且阿尼在后追的那一个过程 细节真的是有点好 就0.1 0.1的追 基本上一个弯就是0.1 一个弯就是0.1 最远的距离是0.7 就是在那个ECU 千群ECU放出来之后 那一瞬间 对 是0.7 但是0.7维持的时间不久 迅速就拉断了 10秒不到 多了 对 而且其实千群也还是有机会的 在第二个ECU之后 阿尼落地只有1.7 是的 但 运气不好 就在他落地的时候 顶了阿尼一手 把他的速度给提上去 阿尼落地脱飘的那一下 正好拖到了千群车身前面 让千群没有办法去完成闪躲 对 就正好把他路线给挡住了 对 包括起步其实都是千群更快的 千群完全可以考虑留个影 他还是落地脱飘 撞墙回弹之后的CW 对 卡在千群前面了 如果没有千群那一下顶 那 阿尼应该基本上是B数的 那直线速度上直接反超过去了 几次空杠 千群已经没有办法了 只能这么打了 顶着对方的局点 看一下这张几次空杠 能发挥成什么样 能不能稳得住 起步一走一到 ECO要B了吗 两个都B了 撞吗 没有人撞到 是 空中小小的教会了一下 但是应该是阿尼更快一点点 不好说 落地下来之后阿尼 车身在前 是的 能挡得到吗 挡到了千群 两人路线都没歪 0.3秒 差距 千群这里的手速也没有阿尼快 是的 但是0.4 千群 对 这后追其实是能追得快的 但潜力是他得足够冷静 找阿尼的路线 在下车 小车一下 0.5 坐后拉车头拉回来 0.6秒 有一点不坚反增的趋势啊 没踩到 1.2 其实阿尼刚才那个路线 就是浅浅的蹭了一下 蹭的也不是很多 但是够了 他蹭到了 路线有点极限 两个人的心率 都只有一百左右啊 好问题啊 他们两个 是的 1.1 只要阿尼在室内不掉 那2比抢其这一大分 他们就能拿到手了 是的 但是同样 还有这1.4秒 1.4秒的话 最后半段的课稿 没有任何问题 有小分 C不单喷 留一个小分之后 顺侧CW 阿尼 在年度总决赛 淘汰赛阶段 终于是成功复仇 我们得恭喜E-STAR 并没有让 秋季赛 季后赛的 这一 这一个遗憾点 延续到了年总 至少竞速三杀 在今天 不会再次上演 是的 而对E-STAR而言 只要在竞速上 能拿下一分 那他们道具 就是他们一大底牌 但不要忘记 上一场比赛 就在刚刚结束掉的那一场 3v3组的道具赛里边 WDGM是把对手逼到了一个 4比5的境地 绝境 他们距离 那一场比赛胜利 其实只差的是一个鲜胶皮 是 就今天再交手 WDGM这边的竞速 对E-STAR来讲 没具备那么大的优势了 因为E-STAR在这一局已经赢了 但同样道具的优势好像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悬殊 没有 而且现在 对WDGM来说 他们下一个模式的选择 其实是得好好斟酌一下 是的 很重要 让谁来扛这个鸭 仔细来想的话 如果真要是想把比赛打满 好像千群的SOLO 胜率要更大一些 得先上 但是不管怎么样 道具这一关现在逃不掉 一定得过 哎 烙起来了 哎 行了 别烙了 恭喜胜者E-STAR 嗯 接下来还有时间 让你们好好再去聊 是的 同样对于子链来讲 今天 确实二维小鸡第一轮 发挥的不差 但是确实也没有帮助阿咪拿到一个优势的分数 嗯 记录能破 嗯 然后跑的也够快 虽然说只有两分的分数 但是 但是来到下一轮就给到阿尼的选择很多 嗯 并没有打掉 或者说并没有让逆星有机会打掉 阿尼的一些地图 他自己也没有打掉很多跟阿尼的共同王族 他打的都是自己的图 真的是好多局点局都出现在的急速空港 而且急速空港仿佛有一个怪圈 什么呢 在 在 自己或 在对方的局点局的情况下自己选出来空港 嗯 输的概率很高 这个圈怪不怪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阿尼最后是通过一波三连胜 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胜利 也就是说其实他才没有到千寻的时候 千寻一共只拿到了一分 他拿到了五分 千寻只赢了急速航天城一分 就这样的状态如果再打一轮solo 胜负也未可知啊 感觉这个胜率可能会比球机赛的时候更高一些 而且真的得想 千寻扛了WDGM一整年 一整年啊 对吧 那在竞速输了这一分之后 到底团队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这一局MVP应该没有任何的选择 第二轮的一个5比1帮助团队逆转取胜 这确实对于整个E-Star来讲是太过于关键的一分了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铺垫 这一次的交手和上次的交手真的非常的相似 可能小分上略有不同 但是大分的走向是近乎于完全相同的 直到 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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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